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又是我Ju 今天介紹旅遊景點 今天我再次來到Hitering這個地方 上次跟大家去看芬衣草 因為我說它89月不會有向葵花看 所以這次我又再來到這個景點 雖然你們有很多葵花 不過我今天看到有些蛇蛇的 可能是下雨 或者是天氣網泡 因為昨天星期日是下雨 今天我是單開來的 沒有下雨 不過是有點蛇蛇的 比我想像之中 因為我上網搜尋 有些人拍照 不過也不失色 再介紹一下有什麼景點可以拍照 其中一個站 你可以去摘一個向日葵 但它有收費的 是50P 但也很划算 不過我手上這個 就有一點點傻 但你也可以自己 找一個很漂亮 開到很漂亮的森花去摘 大家 今天蘇蘇評分 我給了多少分呢 來向日葵的牆 上次我芬衣草牆給了4分 但我今天有點失色 我覺得芬衣草吸引很多 向日葵不是吸引的 不過可能天氣不好 或者花有些少許 可能已經有借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給了3.4 9.9分 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或者可以 或者正確的時間 是兩面的牆 都可以看到 剛剛看完 看完夏日葵 就走回去芬衣草牆 你看看後面 比我一個月前 其實是很不漂亮 因為花已經乾了 可能有點膚 雖然我也有摘到少許花 但真的要在7月份 是最漂亮的 所以她說開到9月 所以大家要把握夏天的時間來 剛剛看完花 所以我們去吃午餐 這間餐廳很棒 叫了一杯 很大杯的雪糕 還有我 Fish and Chip 最經典的 英國食物 那我先試一下 這個餐廳叫做 Albert's 大家都可以 嘗試來這間餐廳吃 我們下午整個午餐廳 就來了這個教堂 下面有一個很漂亮 這個教堂叫做聖Albert Abbey 她就是 Vetoria 其實是女王的時候 是老公的名字 在這裡很漂亮 來到這個餐廳 然後我會去野餐 那我先去介紹一下 我走完這個教堂 很喜歡 因為其實有時候在歐洲 都走了不同的教堂 但是這個教堂真的很漂亮 原來這個教堂是全英國第二長的教堂 就是它很長 你看到我旁邊都是超長 那這裡的手信店都很值得走 它有很多的卡 有些東西買 我很喜歡這個 我買了一個Postcard 它是一個 其中一個它的窗的紋 是很漂亮 我買了一個Schedule Book 哇 千兩磅 好可愛 我朋友經常結婚又買了一個Wedding Card 滿了而歸 很開心 今天呢 我們今天呢 去了看阿葵 又來了一個很漂亮的教堂 又吃了一個好過的午餐 再來這個很漂亮的湖 去霹靂 哇 今天都很開心 滿長而歸 雖然呢 今天呢 去看看阿葵 好像說不夠漂亮的花 可能有一點點 真的不夠嘗試去看婚 又是最漂亮的 但是呢 今天去這個很漂亮的教堂 很漂亮的湖 我都覺得很開心 那呢 今天呢 我會給分 因為呢 心情很好 還有呢 天氣很好 那我都是會給四分的 希望呢 大家呢 真的有時候覺得 咦 看花那麼悶 除此之外呢 原來呢 旁邊也有一個教堂 有這麼漂亮的公園 可以是去旅遊的 希望大家都繼續follow我啦 還有呢 留意我的資訊啦 看下 看下的 看點 對了 那呢 下集再見啦 下次再見啦 拜拜